TFGuys Hello 大家好 我是TFGuys 祝大家2017的新春快乐 万事如意 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爱琪2017春晚面的恋 我是子冯雨昌 首先欢迎今天的春晚大爱兵TFGuys 欢迎你们 Hello 大家好 我是TFGuys 来 跟我们爱琪的网友 用你们的家乡话来拜个年好不好 你们好 我是汪景海 大家好 新年好 好可爱 你是哪里的画 新年好 你们两个家乡话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大家好 我是杨琪琪 祝大家激年大吉 哎呦 北京话的拜年 今天呢其实 说实话 你们三 可以说是第二次上春晚的 感觉就跟去年一样 也是就是很自豪 也很骄傲 能够上出了这首歌 但是 今年不同的是我们演绎的 就不是儿童歌曲 我们是唱的一个很宏大的开场 对 也很开心能够跟五个大姐姐一块唱 嗯 你也说到今年是作为开场 又跟五个非常美丽的大姐姐来合作 有没有压力 压力 完全没有 压力是会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笑话 压力来压力 没有没有 就是那个头文字帝的一句台词 哎呦 看来大家喜欢看头文字帝 你们三个谁会更表现出来紧张一点 因为说我很紧张 我觉得你们三个紧张的表现方式 是不是都不一样 我紧张会唱歌 我紧张会唱歌 你们三个都是一样的 鲜喜呢 我紧不紧张话都不懂 对王源最特别 你紧张就 我紧张就头乱 就是你呀 有没有 摘着头乱 还有人拿鞭子 拿完下干什么 可以 够了 这可能好 好 好 下一个问题 好 这次跟五位姐姐来合作的话 感受怎么样 你觉得她们五个人一样 觉得我姐姐就是人好 然后人又漂亮 因为其实我们在看视频 就是之前采拍的视频的时候 会在一块儿看导演姐姐在同间 然后我姐姐就会提出她们的想法 然后大家又快去同步 又快去把这些想法 然后现在在表演里面 我跟姐姐说你们仨在后台 给他们的感觉就是 三个字很敬业 对 不然是这样 你自己也这么觉得 感觉是都很敬业 因为我们看到有问题都会 其实提出来 然后及时都在表演中台 那如果说让你们也用一个词 来形容他们五位的话 你们有什么感觉 很谢谢 他们之前有一部非常火的剧 叫《欢乐送》你有看过吗 我看过 大哥看过 其他两位呢 我还能来接着一下 所以其实大哥你会觉得 他们跟屏幕上 感觉上是会差不多 因为剧里面的能有性格 就是跟真实的人接触 还是会有不同 那我下面要问一个 很残酷的问题 你们他最喜欢你的姐姐的 是挺残酷的 我在舞台上很高级日记 然后讲话一讲之后 一点还一起聊 我们在我们的学校里面 还有一种 考虑上学 自己都好 就是我也觉得人都很好 千禧呢 中间有一些采访里面 我说 不是采访 就是私下里面 然后我就说 杨姬姐也很好 然后但是 就是现在的话 就是如果我换一个人的话 就不太好 所以说 要从一而终是吗 好 那你们 在后台的话 会跟他们聊天吗 我们会在 我们是在两边 对 就是他那个台 就在 他们在这边 就隔音的台 在天眼中 要照这个 就是照太远 那有在后台 碰到其他艺人啊 是什么的 其实没有 因为我们彩排 就是到 直接去那个地方 准备 因为我们是第一个节目 所以说我们基本上 就这个演员 演员的时候 就会叛进起来了 哦 可以看到主持人 哦呦 主持人了 那其实 我们知道春晚的彩排 非常非常的累 你们在后台的时候 觉得彩排 对你们来说 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我们 是很敬业的天会 不能说累 这点辛苦 对于我来说算什么 好了也太官方了 听说春晚后台的那个饭 就是不能带进去吃的什么 你们三个都在长身体吗 其实我觉得 那央视的盒饭 都是很好吃的 好啦 所以你就是会 试着家餐啊什么之类的吗 因为听说 好像你强度是非常大的 强度其实还好 嗯 但是餐可能是要加的 不是 那其实 因为作为是第二次参加春晚了 家人爸妈 会不会还像第一年一样 就是会很高兴的守候啊之类的 爸妈还是很高兴的 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北京吃 为什么 他们觉得太累了 我妈我一开始问我妈 我说你来来里面 我说你来来里面 我说你算了吧 太累了 然后 后来还是被强制给教育来了 王源呢 爸爸妈妈吗 我爸妈是过来的事 可能这次游戏 所以才会这么好去跟他们团聚 所以可能到初七十八年合作 我们之后再一起主餐 也有一个人 嗯 那先洗呢 先洗应该爸妈都在北京 对不对 对 我演完春晚的时候可以 我们一家都开车回来和老大了 哦 所以其实参加春晚也不妨碍跟家人来团聚了 是不是 嗯 那我们知道春晚的表演作为开场的话 如果你们自己给自己这次表演打个分的话 会打多少分 九十分吧 满分是 满分就是一百分 一千 一百分 主要就是怕自己太骄傲了 对 嗯 嗯 好啦 那嗯 2017马上就要过来了 然后你们对于2017的什么新的愿望 或者是展望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2017我的愿望就是希望高考顺利 然后嗯 天天开心心的 然后一家人也能进行长长平安 也许大家能够心想吃长光顺利 考试能顺利 然后就是身体健康 然后爸妈身体健康 然后身边朋友身体都健康 嗯 好圆啊 我的话 他希望17年能学到更多东西 然后我们要做 真的好 16年吧 60万元 17年才能17万元 就好像感人了 好我们再次谢谢TUBE Voice们 谢谢你们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